28House日日,每日樓市 8月尾为楼盘命名之后 一直断断,续续造势 终于去到这个礼拜 新地天水围天荣站项目第一期 Yohowest公布楼书并且搭建示范单位 楼盘位于港铁轻铁天荣站上盖 邻近柏惠豪亭和江湖海日酒店 提供1393伙 由开放式去到四房 实用面积介乎245至1073尺 当中两房单位占比超过一半 发展商说会在短期之内开架 亦都预计和其他新盘一样 提供方便换楼客的付款办法和需行优惠 我们还和我们合作伙伴在商讨 我们预计最快的机会是本周末 或者下周初发放我们首张的架单 我们项目是有铁路连续的优势 亦都比轮有交通总会 周围配套都成熟 所以我们考虑铁路完善的项目 都会是我们的定价考虑之列 Yohowest是天荣站项目第一期 包括第二座和第三座 楼盘给几个大屋远包围 四周都是楼景为主 比较开扬的方位是向东和向北 和其他屋苑之间 相隔学校和社区设施 压迫地相对较小 发展商开出一个三房的示范单位 正是座向东北 来自2B座B8室 实用面积568尺 开执四平八稳 米交楼标准当中 附有一系列发展商特别推介的装置 一入屋隔离的鞋柜位 中间偷空了 方便给住户摆下一些湿碎东西 也都内陷了无线充电器 开放式厨房 占据大厅的一个角落 配有电磁炉、焗炉和高新双门雪柜 全厅的地面都铺灰色的方形砖 最后是新款的组合露台 同时作为露台、工作平台和冷气机平台 因应这个新趋势 发展商在全盘的露台都加入这个新设计 冷气机的白页日物易用 拉出来就可以当桌面来用 转入走廊 这款开极的特别之处 就是有两个厕所 一个是有起企缸的浴室 另一个小一点的叫化妆室 只有座翅和洗手盘 设计都是差不多 都是以灰色做主吊 场面同样都是铺大方砖 镜柜有滲光效果 两个厕所都是向内 都是无窗的黑刺 打破常规 走廊督的房间不是主人房 这间房间要承担比较多的主力场 除了入门有个小走廊之外 各屋的窗位都有一点严惨 至于门口正对厕所的间才是主人房 里面相对比较市正 阔度有超过7尺 做单边的大窗 最接近客厅的间面积就最小 门口开在正中间 方便在左右两边摆家丝 另外跟进下 有三名授权签署人 地盘围板上面的安全主任委任书都抽走了 正进建筑工程负责的五个私人项目里面 有三个是卖的 包括有游堂的亲海站 长实和新地合作的屯门飞扬 宏安大角咀Largewood都还未更新楼书 成建箱还写着正进工程 至于两个未开售的项目 包括街少业位于西环东边街的地盘 按照去看已经移除了正进的标示 但还有工人在现场工作 另一个未销售的楼盘是长实在安达神道的 港人首置上车盘项目 我们向五个地盘的发展商 查询这些地盘的交接信道都未有回复